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什么叫做国学 就是国家的学问 从日本的角度 就是日本学 日本学古典的作品的一个研究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理念 就所谓的Japanology 这样一个概念 其实在更早的一个时代 日本一直都是在做这个所谓的古典的东西 对古典的研究 他们其实一直都没有放弃 也没有中断 只是上个礼拜我们提到 中间有一个外来的学问 叫做儒教 儒学 插进来了 而且不但插进来 还把它立为官学 那立为官学的时候其实是比 这个国学来讲是 更受到政府的重视 从政府的角度来讲 这么一来 很多当时代的一些知识分子 他们会认为说 我们日本难道没有自己国家的学问吗 起了这样一个疑虑 如果有的话 那我们自己国家的学问 所谓的国学到底是什么东西 我们要不要很清楚的去把它找出来 然后来把它发扬光大 在这样子一个疑虑跟背景之下 那么出现了国学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那各位可以看 国学这个以前古代的时候 从古世纪日本书记 一直到万叶级等等 就是研究日本自古以来的学问 日本自古以来的一些学问的精神 在研究的方法上面 以文献学和考证的方法 来论证古典作品的本质 所谓文献学就是 有很多古典的文献 针对这个文献 去从内容加以考证 然后来探讨古典的作品的内涵 跟它的所谓的本质 到底是什么东西 那么进而探讨古典文学 日本的学问的意义 到底是在什么地方 说穿了 就是要来跟儒学做一个对比 为什么政府把儒教这个东西 定为国家的学问 那不把自己国家的学问 定为学问 这是一个他们起疑虑的地方 所以包括古代的一些 比较有名的文献 像这个原始物语 我想各位都知道 这个具有传统 日本固有历史的一些文化 还有一些文艺的素养 甚至于文明的发展 以及培养日本国民精神 不可或缺的精神良水 学问之事 在在都有很多人去证明 那这人物我们可以看 一开始其实有一位叫做契聪 契聪是17世纪中期的一个人物 其实他是当时在大阪的一位和尚 那么之前我一直提到一个人物 这个人物我一直在研究 最近都是三年多起来写文章 现在都在写这个人的文章 就是水户房门 水户房门 我想各位知道 也就是聘朱顺水为老师的这一位 人称护将军 为什么说他是护将军 其实如果从德川政权开始算 拿下天下人叫德川家康 各位都知道 耶牙史的第九个孙子 第九个孙子 就是他就是他 那这个人最了不起的 就是他后来编了一个叫 大日本史 从那开始在东京 各位知道 如果你们去东京一定知道后乐园 再不知道的话 东京有一个东京的巨弹棒球场 巨弹棒球场的车站的名称就叫 高乐园駅 在这个地方其实以前他们叫小石川 小石川 小石川高乐园 这个小石川后乐园 就是原来德川家在江户的一个庭院 后乐园取自于先天下之幽而游 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那个后半部而来 这里面有一个拱桥 如果你们现在去看 我不会画图了 有一个拱桥 半月形的拱桥 这个拱桥呢 就是朱胜水设计的 现在还看得到 那么日本呢 赏花所谓哈纳米有两个 一个是 现在去 差不多了 今天20号 再过一个礼拜 月底 27号到 差不多4月5号这段时间 你们到日本去 可以看到很漂亮的这个樱花 随着那个气候跟温度的上升 每天日本的气象报告都会报到 报告一个叫做Sakura Jensen 一直由南往北一直走 什么地方 几月几号开花 一直会给你一个报告 另外一个赏花的季节就是12月 最冷的时候 日本的国花是樱花 中华民国国花是梅花 梅花是越冷越开花 大家知道 而这个光果特别喜欢梅花 所以如果12月的时候 你们到水户去有一个叫做 现在去应该可以看到一些 正常的话不会现在开 但是几月几年因为 今年因为很冷的关系 所以它梅花开的季节 某日类点 所以现在你去看还可以看得到 这开的季节是在水户 在水户 水户从东京坐车去 还要将近一个小时的车程 还蛮远的地方 往东北走 就上次的3.1亿灾区那个地方 这里面种了 差不多一万两千颗的梅花 你进去以后几乎东西南北搞不清楚 不知道怎么出来 到处你就可以看到 很漂亮的梅园 那这个梅园好像跟日本这个文化 经常扯在一起 德川光国他们原来的领地是在水户 但是他们在江户的关底以外 另外在后乐园又有一个庭院 是光国的爸爸的时代就开始做了 出顺水到了以后又帮忙设计了 提供一些它的知识 那么那个梅花又从水户把它移到后乐园来 后乐园也有梅花 也有樱花 两个都有 后乐园的梅花不多 大概只有一百二十颗左右而已 可是它如果开起来其实也是满漂亮的 各位可以去稍微看一下 那这一位德川光国呢 他这个最大的 所谓一辈子最大的贡献 当然有很多啦 那大家公认的就是大日本史这一套书 他请了很多知识分子到全日本去收资料 开始写日本史 当他走了以后 他的后代还有他的家臣继续写 一直写到木末 总共这一套书写了两百五十年 换句话说要研究日本史 这一套大布头的大日本史 是不可或缺的 一定要去看 这个是他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功劳 换句话说这个人其实就是很好学 而且他的好学不是只有针对某一个人 或者是某一项学问 比如说儒学 比如说佛学 比如说和歌 比如说诗 他样样都行 样样都要去涉猎 这个是光国 他求学的一个精神 据说这个国这个字 是这样而来的 国如果汉字写是这样 对不对 那里面扎看之下其实是什么 王嘛 这个当王的话不太好 所以他原来的国字也是这个字 那应该是正确的话是繁体字 而不是简体字 所以光国的国原来的字是这个样子 好 可是现在光国的国变成这个字 这个字各位可以看一下 八方 也就是说广纳所有的人才 广纳来自四面八方的学问 有这么一个含义 因此是谁提议的 朱顺水跟他说 你要不要改一下你这个国字 所以现在这是他的专有名词 德川里面的所有只要有出现国字 只有他可以用而已 八方这个字 而这个字如果从文字的历史再往上追溯的话 这个东西叫则天文字 武则天时代的留下来的文字 也就是原来中国古代就有了 就有这个字 不是日本人造的 好 我们就回过头来 就是说这个人其实 我现在一直在写 因为六月还要再出一本那个史料集 刚好是讲到主题 就是德川光果 德川光果 那越看越迷糊 因为到底怎么样子去 谢谢 到底怎么样去下笔 现在还蛮困扰的 因为要写的东西太多 我必须针对要登出来的史料的内容去写 而不是广泛的去写 所以现在有一点怎么讲 Tomato tell 总是继续在看 那他有很多非常好玩的一些 所谓的义事 那个平常不为人知的 这次在看以后 发现也很好玩 一个一个跑出来 比如说我们讲人物 我再多给各位介绍一下 朱顺水后来在1682年死掉了 死掉了以后 他把他葬在德川的墓地 德川在水户有一个叫瑞隆山 是唯一的墓地 唯一的那个 德川自家的墓地 是整座山 整座山都是他们的 里面只有一个外国人 德朱顺水的墓 远远你可以看到他就是 那个中国人的墓 这个也是他生前 他就 汪国就可以赶豆哨出来 就是朱顺水这个人非常的 古达里 穿衣服 一辈子呢 穿明朝的服饰 一辈子呢 不讲日文 我相信他会日文 在日本22年 你说他不懂日文 不会讲日文 我不相信 可是他有一个大中国主义的倾向 就是我呢 是来传播学问的 我不是学你们的东西 也就是我要output给你 我不要input 至少我念了他这么多年的一些文献 我这个感觉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人 当然他是非常有学问 这个不在话下 他死掉以后 其实光果就是说 那我们的汉血教育怎么办 就这样丢着吗 其实没有 其实他有一个孙子 一直到长期来 这个孙子叫玉仁 就是朱玉仁 在这到长期来以后 就一直希望说 我的祖父呢 是在水户 在江户 我要去看祖父 那那个时候是上个礼拜 我们讲的所过 所以他根本不可能看 不可能让他从长期到江户去 这件事情让光果知道以后 光果就觉得心酸酸的 这个孙子要见阿公 不能见 这是令人很心酸的事 所以他就派了一个使臣 写了很多信 最近我看到一个资料 就带了黄金 去长期 给这个朱玉仁 那后面我们还看到 这朱玉仁把这个黄金 银洋带回去中国 那盖房子生活 没有后顾之有 光果做到这一点 做到这一点 那这朱玉仁 那回去以后 朱树水死掉了以后 两三年他又来了 又到长期来 光果又知道了 又派人去 所以你能不能找一个汉血教育 意思就是说 像你阿公这么行的人 我这里还要这样子的一个知识分子 这个人就出现了 叫张肥 这个人叫张肥 他的资料在水户那里多得不得了 他的字 他的诗 从我的角度看来 在朱顺水之上 至少他字写得太漂亮了 那他的诗做得太好了 当然朱顺水一辈子不做诗啊 他很讨厌诗啊 因为他说诗呢 是虚乎缥缈的 就不是死血的东西 他要死血就是上个礼拜我讲的拉面 他就是一种死血 有没有 明面那个东西 当然那只是其中一种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他跟张肥呢 直接没有见面 可是为了把张肥请来 他花了多少精力去说服幕府 最后没有成功 可是留下很多文献 去年夏天我特别 我们团队到张考管去调查的时候 我特别拜托团队的所有的老师说 你特别注意张肥的这个文献 一找到马上全部给他照出来 果然啊 果然很多 都是第一手资料 这是一个 那我又看到一个非常好玩的 就是说光果的老婆 庇洛公 他病危的时候 光果想要去求神拜婆 希望看能不能救他的太太 而当时尹园禅师刚好到东京去 他知道他去派人先去 最后他自己也求见尹园 尹园是林济禅的高僧 在日本传播 尤其是黄波禅学 这是第一名 所以我说你们到 他的大本营 在京都 乌吉这个地方 所以我说各位 你们到乌吉去 一定要去看 乌吉有一个寺庙叫做万福寺 其实你们先上网去查就可以了 把他点Google的图片 你就可以看到万福寺 这个万福寺是等于是几乎百分之百的明朝的寺庙 而这个明朝的寺庙现在你到中国大陆去 也几乎看不到这么完整的建筑 但是他却保存在京都的乌吉那个地方 所以是一个很重要的文化材 我带很多人去 因为我很喜欢那个地方 每一次带人家去 大家都是流连忘怀 说怎么有这么棒的建筑物 中国几乎都看不到 我其实带很多名人去看 他们都不知道 但他们看了以后就说 下一次他们还想要去 就在平等院的旁边 你们到乌吉去的话 大概会到平等院去 那么这个是题外话 但是我们回过头来讲 就是说黄埔的禅血因缘 在日本传到最后 其实几乎每一位天皇 都封他一个什么什么禅师 大师的封号 他等于是国宝级的一位禅师 那光国他身为副将军 去求见他 见他啦 不能讲求见 光国的格还是在上面 意思就是说你能不能开个处方 或者是指点迷津以下 看看我老婆的身体能不能好转 他说以你的副将军的这个高位 平身没有资格也没有权利 跟你做任何的这个评语 或者是推荐 如果你硬要我说 我就送你四个字 一切皆空 一切皆空的话 如果我的解读就说完蛋了 我太太没指望了 就是你要看开一点 但是是不是我也不知道 比如说我们在讲一个 这个佛教来讲 每一个宗派他在传教的时候 都有不同的一种传教的方式 那比如说我们有佛教里面 在中国比较大宗的 是灵济禅 但是也有曹洞中 那我就以这两个来做一个比较 灵济禅学 他们在禅师跟所谓的信徒之间 有一问一答的这样的一个情形 他们称为公安问答 也就是说向光果请示隐元 那隐元回答他说一切皆空 这叫公安问答 那一切皆空你如何去解读 那就是你的事 可是他没有固定的答案 比如说各位你们一定问我说 其中考升论题要考什么 我如果说一切皆空你也搞不清楚 对不对 然后我如果说全部在内 那你们会骂我 但是公安问答的回答就是全部在内 那你一定骂我说 有问跟没有问同样 你也把我带几个啊 带几条 好准备 那这个就不是灵济禅了 OK 这叫公安问答 那如果是潮动的话 那更好玩的 没有问 没有答 只有四个字 只管打坐 只管打坐 这四个字 有没有 现在也有一些佛教团体 寒暑假会争一批年轻人 小学生 中学生 高中 甚至大学生到禅寺区 去怎么去去参禅去 有没有 那这里面有很多 就打坐 都不用讲话 就当哑巴 你就坐在那个地方 那么他会告诉你知识怎么样 只要你一分神 你一定分神 因为你不是那个世界的人 你是凡夫俗子 所以你虽然身体坐在那个地方 你还在想卡诺的电影好不好看 对不对 哪一家的料理比较好吃 我什么时候有钱去日本逛一下 所以当你分神的时候 你一定那个动作会出来 他从后面就会拿一个东西 来敲 敲头啦 敲 敲哪里敲哪里 就是你知识不对的时候 他是点你一下这样子而已 但你不要问 没得问 好 是做半天是做一天他有规矩 做完以后就出来了 然后你就会去找答案 还不知道的话就表示你误不了禅啦 这个是不一样的一种传禅的一个方法 是不太一样的 好的 我想讲那么多我们其实就说让各位多了解一下 这个德串光果 他事实上他是一个希望啊 全方位的去把学问落实的 这样子的一个领导者 但是我还是要讲一下 他不是一开始就这个样子 我们一开始讲到 这个德川初期的时候 有两位人物出来 一个叫Fujiwara Seiga 有没有 藤原兴沃 他有一个徒弟 叫林罗山 然后他们林家一脉相承 大概有五代的将军 都接收他的教导 这里面全讲的是珠子学 也就是乳学的东西 所以德川光果呢 他一开始所接触到的学问 老师讲 除了这个以外 没了 你要今天我们要讲国学的东西 他根本其实很少人教他 不是他不知道 他所受的教育 如果以时代来讲 到十八岁的时候 文献的记载 他十八岁的时候看到史记 司马迁有写了史记 各位知道 史记里面有一个记载 叫伯夷暑起的记载 这里面的记载让他想到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 也就是说他之所以继承第二代的繁祖 后来他认知不是他 应该是怎么讲 他的祖祖或是伯伯的小孩子 才来继承那个应该是他的伯伯来继承 不会是他 但是最后选择他 他觉得他受之有愧 因为在身份上 如果讲世袭的时候 不是他 因此他就想了一件事说 尤其他又念了博弈史记的东西 他就想说 好 那虽然是世袭的东西 我不应该拿到的名位 现在传到我身上来 我就已经很早 偷偷我就决定 不会再传给我的小孩 所以我一定要传回去 给原来的我的兄长的小孩 回到他们世袭的那个内支去 他就做这样一个决定 这里面就讲到他忠于制度了 而且他不会不贪 等等这些所谓的思想的部分 就跑出来了 那学问的时候 这个我刚刚讲的 本来他一直是诸子学的 可是等到他妈妈生病的时候 你知道他去求救谁吗 日连宗 日连他是日本的一个佛教的宗派 他到日连的这个寺庙去找高僧 也是希望救妈妈 他找影员也是找高僧 为了救太太 所以他后来就把诸子学的东西就扩展到佛学 所以他对佛学这个东西最后他也接受了 但是他接受的时间应该在四十岁以后了 四十岁以后了 之前呢 大宗 我们也不能说他除了诸子学以外什么都不懂 国学也不懂 不会是这个样子 只是说教他的人还有他周遭的环境就是儒教 这样子而已 所以我们现在回到这里来看 各位可以看得很清楚 就是说注顺水请求这个契冲 那契冲是一个国学的一个怎么讲 启蒙者我们可以这么说 他说你我拜托你把那个万叶集呢 加以注解 因为万叶集这东西其实是日本的一个古典的经典 没有错 可是日本人不一定看得懂 不要说我们外国人 万叶集 所以他说 请这个契冲去写万叶集的注释 叫做万叶代将冀 这个是光果所做的事情 昨天有一场很精彩的演讲 有没有人去听在座的 举手一下 只有研究什么 实在是太可惜 太可惜了 我跟你讲 太精彩了 如果你不听 真的 因为我应该这么说 就是说虽然你们是四年级的 其实这一辈子都可以做的事情 只要你有空就去选择你喜欢的内容 时间对了 就去听人家演讲 你得到了很多 真的 因为人家演讲两个小时 可能是他一辈子的功力 至少昨天那一场演讲 我的感受就是 那一位山口老师一辈子的 所练到如火纯青的所有的武功 全部绣出来给我们看了 我非常激动 但是我只能听到两点 因为后面还要开会 我其实问十道问题我都想问他 最后我还迟到十五分钟 问了三道问题赶快就跑掉 答案我还没有听说 我今天才要来听 他没有回答我的答案 真的很精彩 这人是谁 他是在日本研究台湾文学的 可以说是第一人者 那怎么样解释台湾文学 在台湾文学的相对性里面 我们就会看到一个中国文学吧 本家是中国文学有没有 然后我们是日文系的 我们就会对到一个名词 叫做日本文学吧 我们现在讲这个国学就是啊 对不对 好 那中国文学 他很早就有一个故文名词 中国本位主义的中国文学 对不对 日本文学也是日本本位主义的一个学问 叫日本文学 也是非常强的一个学派吧 我们这么说 可是台湾文学你如何定位它呢 昨天讲得很精彩 你们自己上网去啦 叫三口守 这个人你打进去看 他就提到一件事 他说研究任何一个学问 尤其是越境跨国的学问 我们经常讲最近 也不是最近 这个已经流行很久了 从A国到B国 从B国到C国 这样越境的一种文学 为什么台湾文学 会被叫做越境文学的一种 很简单嘛 是殖民被殖民的问题嘛 对不对 我们台湾被日本殖民了50年又6个月里面 有日本文学 有台湾文学 有中国文学 都在当时代这50年又6个月的台湾社会里面 产生很多不同的人物作品 跟对社会的影响 这是非常大的一个知识的宝库 撇开政治外交 殖民被殖民的问题不谈 这个文学的东西其实是研究100年 大概也研究不完的东西 非常重要的一环 何况我们自己又是台湾人 然后他讲了一句 我现在要再拉回来不然讲太久了 他说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什么 翻译 翻译的工作 就说一本作品 翻译的作品 这个如果不懂语言的话就不能做台湾文学吗 这是一个要思考的问题 No 答案是No 再来就是我们回到德川光果他讲的注释的问题 一个经典 我们如果自己有能力 有那个语言能力 我们可以去解读 那是你有语言能力 直接就可以去解那个经典 如果你没有那个语言能力 比如说欧洲文学 那对我来讲就很头大了 可是当如果有一本好的 译著的欧洲文学的作品 把它翻成中文 对我来讲 我还是可以理解欧洲的文学 可不可以理解欧洲的历史思想 社会什么什么都可以 所以翻译何等重要 如果没有翻译 对不起 你那欧文我是看不懂 就因为语言上就有一个隔阂 因此他就觉得说 他一辈子在做台湾文学的时候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翻译 所以他昨天自己举出来的翻译 他自己的作品应该不下二十册吧 再做一个桥梁 这个桥梁就是说把台湾文学好的作品 那传给日本人 日本看不懂中文的人 你们也可以做台湾文学 那相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日本人写的台湾文学 在台湾不懂日文 各位是日文系当然懂日文 但是懂日文的人口 跟不同日文的人口来比的话 还是不懂的人多嘛 那要普及的时候做做什么啊 翻译嘛 就是翻译啊 透过翻译你就可以看 当然这个翻译一定要是很精准 而且很精辟的 很流利的 而且中語言文的把它翻出来 那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方法来讲就是透过翻译 这是一个 那我们我们讲到说光国提的这个 比如说请契聪去把万页集做自注释 这注释重不重要非常重要 那我们今天刚好有提到 原事无语 好 看过了几首 没有关系 一点点 看过了几首 好 很少 知道这个经典的举首 不知道我绝对不让你毕业 我说实在 连三个四个字都没有听过的 你在日文系还能毕业吗 不会啦 好 你现在就是四年级了 包括徐老师在内 把原事无语的原文拿出来读 你能读懂多少 你告诉我 对不对 可是大家是不是说 原事无语很好看欸 很精彩欸 爱不释手欸 从哪里看 翻译吧 好 好 那再问喔 这个不懂的话也不让你毕业 原事无语的译本 谁译的 跟我们本校有关 林文乐是 林文乐 来 帅哥 你回答 林文乐 林文乐 妈 好 那个妈不用了 就是林文乐教授 好 上下两册 中文系的林教授 他只有翻译吗 有人读译本的举手 他只有翻译吗 还有注释 对啦 就还有注释 也就是说林教授他在翻译的过程里面 他发现只有翻译还很难让读者能够真正的回到那个原文去搅决当时的剧情 因此他站在读者的立场说如果你没有办法真正的了解说我后面再加一个注解 可以吗 就这样 所以 經典如果是因为语言的隔阂而没有达到普及的话 那这个经典存在的价值其实没有啦 或是一点点而已 对不对 如果他透过这两个程序而能够驾于普及的时候 原事无语它是世界共有的财产 论语它是世界共有财产 绝对不是说原事无语是日本的 论语是中国的 没有啊 它是无国界的 都可以把它列入世界文化遗产 叫无形的文化遗产 可以吧 但是要跟各位讲一定要透过这两个程序 我再举一本书啦 这本书讲到近代的话各位可能会去看 你看 無识道 对不对 知道这本书的举手 看过的举手 要看 要看 好 好 一个叫Nitobe Inazo的人写出来的 它原来是在1899年 第一版是用英文写的 用英文写的 英文写了以后呢 之后好几年才传到日本的国内 用日文翻出来 我们台湾一本一大堆 我就看过台大人类系硕士班的毕业生 也有一本中一本 这本中一本我也买来读了 读了以后非常亲切 为什么 他加了注解 因为五四道里面讲到很多中世纪的欧洲文化 人事物 他为了帮助读者 他去把这一部分加了注解 那么他就可以做更普及 让读者对于Luxio这一套书更贴切 更深入的能够去了解 所以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 翻译跟注释何等的重要 而我们现在资讯这么发达的时候 大家有的人还不知道说 翻译跟注释有多么重要 回到时间点 跳到德川光国这个时代 十七世纪的宗旨 离现在三百年前 光国就有这个智慧了 请你把他注解 好 接下来我们从契聪之后 就把国学派的一些人物 跟他的事迹还有作品 陆续的介绍给各位 第二个叫和田春满 他原来也是一个神官 就是在京都郊区有一个叫Fushimi Fushimi Inari Jinya 又叫又称为千鸟居 各位如果有去看的时候 他有那个Tori 有没有鸟居 还有很多大大小小的 上千个有吧 所以又称为千鸟居 那他是日本三大道河神社之一 Inari 是什么意思 就是祈祷五谷丰收的神社 但是另外还有一个 现在已经被传说为学问之神了 跟那个所谓的Skawara no Mijiranne的那个格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有人去参拜 参拜是把准考证带去 然后去买一个鱼肉 鱼肉知道 一块木板 大概五百块左右吧 然后就把你的願い事写在上面 台湾大学に受かるように 東京大学に合格できますように等等 然后去拜 拜以后就挂在那里 不能带回家 就挂在那里 让那个神様帮你祷告这样子 那么这里面提到主要就是说 每一个国学者他有自己的一些学问主张 比如说和田春满他说 和歌和神道是融合在一起的 和歌也是纯日本的东西 神道也是纯日本的思想 两个可以把它融合在一起 那后面还有一位是贺茂甄冤 那他这个以契冲的文献写的方法去研究 也就是说万叶极家的注节以后 就可以去做一些研究了 所以这贺茂甄冤 他就有一个万叶考 所以他就有他自己的一个所谓的歌风 他的歌风 每一个这个怎么讲 作家作品 他有不同的一个风格 歌风 淳朴有利器 下面一位就是把那个本居先 把这个国学发扬到很高潮的一个人 叫本居宣场 Modori no Munaga 这个人 就是说他把元素语里面很难懂的一个 叫Morono Ahare 这个东西去做表现 还有这个古世纪传 他去做一个诠释的一个动作 他主张日本固有的思想 必须要把它发扬光大 也就是说提倡古道论 也就是说回归到传统的古典研究 才是正统之道 这个是国学者的一个代表家 后面有一个叫平田篤印 他也是继承这个本居宣场 强调古道论 那发展以宗教性的神道理论 那特别是这个平田篤印 在神道这个部分 也就在宗教的信仰这个部分 他有很独特 而且很复杂的一个看法 这个部分他有一个自己的自我的主张性 这个是非常的重要的一个流程 他的派系大概就这几个 有关于国学的部分 那教材是在126到127 请各位自己再看一下 那这些有一些照片 大概顺序呢 从这个左边一直到右边 他们也是有一个师承 有一个师承 我就来随便讲一个故事 就是说研究国学者 有不少人 他呢 一辈子没有拿过日本的护照 一辈子不离开日本 一辈子不想知道日本以外的世界有多大 只负责把国学的东西发扬光大 还不少 还不少 也就是说 除了国学 在他的学问世界里面没有别的东西 非常虔诚的这个学问的一个坚持者 在日本从事国学的研究的学者里面 我碰到几位 一辈子没有拿过护照 从来没有出过国的 两位吧 一位是北海道大学退休的 大概当时七十岁 现在已经超过八十岁 他告诉我 什么是passport 我没看过 我没有申请过 我也没有离开过日本 那意思就是说 你不要跟我讲国学以外的东西 我什么都不懂 但是一讲到国学 他滔滔不绝 一直要给你灌输他的知识 另外一个比较年轻 但是他学 我印象里面他是写本居先早 写一本很厚的这个思想史 年纪应该比我轻的 是神户大学的一个教授 你大概打神户大学 然后打本居先早 大概就跑出那个人民来 我也忘记了 他也是一样 但他还年轻 我是连红带片 希望有一天请他到台湾来 骗他上飞机 他要出国 他就一定要去办护照 但是我其他另外一个好朋友 是神户大学的教授 他说你别傻了 他不会上当 而且他也不会去台湾 我还想试试看 我说我们不宣扬其他的东西 你到台湾来宣扬国血 可以吧 可以吧 这个是一个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 如果你怕坐飞机 我陪你坐船 神户有船到我们基隆港 你知道吗 其实努力看看 也不一定不会成功 如果他 其实踏出第一步 走出日本的国土以后 他可能会有感官 可能会了解世界不同的情况 事实上你要宣扬国血 也应该是跨国 也要越近 你那个国血 才能传得又远又深 不是吗 而不是只有在日本 因为现在是一个 五国界的一个时代 所谓的国际化 不是吗 那各位看一下 这个就是万叶考 万叶考 万叶考 然后这是他的和歌 那他们其实各有一片天地 各留有一个学问的一个传授的地位 有他的历史地位 所以大概他们自己的一个出生的地方 或者是跟他做学问有相关的地方 都留有一些硬体上的一些史迹 供大家去去纪念 像这一位贺茂真烟的纪念馆 是在西若嘎 那这个本剧宣掌 他就有古世纪传 那他有他的这个旧的宅邸 这在米耶肯 三重那个地方 好 这个 这个是原始无语的一些相关的作品 那接着下来呢 我们继续看有关于洋雪 那洋雪之前我想应该讲到 南雪这个部分 之前我想我也跟各位讲了一些 那在西洋的知事传进来的整个过程里面 其实日本最早接触到欧洲的文化 应该是在1543年左右 1543年九州南部 一个叫做 種子岛 时间应该我如果没有记错应该是1543年左右 这葡萄牙的船漂流到九州南部的种子岛去 里面装了很多枪啊炮啊还有欧洲的比较文明的东西 在这个时间点日本人上船去看到葡萄牙船上面装的东西 傻眼啊 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 因为从来没有看过 好枪跟炮其实是对日本来讲是非常大的一个革命性的一个改变 因为各位知道到战国时代我们回顾 就算我们讲日本文化史内乱内战 其实日本是不断的 有没有 好各位回想起来 在这个时间点之后不久有一个叫 尾尼的乱还继续在乱 后面还有战国时代有没有 可是这个东西一进来以后整个生态 所谓战争的生态 在这时候日本应该讲是内战的生态 一定改变了 不是拿着刀拿着剑再砍来砍去 或者是面对面这个近距离的这个相互的在那边残杀 已经不是 是远远的我就可以用枪来射炮把对方击倒 这革命性的改革了 所以这个是欧洲的文明第一次进到日本来的时间点 应该是这个样子 那第二个大概就是荷兰传 不断的把荷兰的跟荷兰以外的欧洲的知识传进来 所以他们称为兰学 那么透过荷兰语或者是荷兰人 学习到西洋的学问或者是知识 就称为兰学 这里面有一个叫解体新书 那给各位也介绍一下 解体新书我们看右边 右边那个东西是原文 是原文 但是我还是要解述一下 解剖解体新书就是其实解剖学的书 而且是人体解剖学 不是动物是人 是人 これまでに到这个时间点为止 其实日本人相信的是中国的汉医汉学的 中国的医学 我们叫做 比如说药来讲就是寒波薬这一套 这日本人 当然他们自己有一套医学的知识跟概念还有传统没有错 可是他们不知道欧洲其实也有一套新的医学概念 那这个东西传进来了以后 就是跟那个枪炮一样 它又是一个新的文明 那对日本人 对日本这个社会 包括对幕府来讲 那刺激是相当大的 那我们看到它右边的这个原文 跟左边是什么 日本人翻出来的日文 是根据右边去翻的 但是我要告诉各位 解剖新书右边的这个原文 如果它是荷蘭文的话 它还不是原点 解剖新书的原点是德国人写的德文 同样在欧洲传的 由德国人写出来的解剖新书 去翻成荷蘭文 然后这个荷蘭文的解剖新书 因为贸易传进到长期的关系 才把解剖的这个学问传到日本 而日本了解这个解剖学 解剖学在医学上的一个重要性 幕府马上请董荷蘭文的人 赶快进行翻译 在这翻译的过程里面非常急迫 我的印象里面 它不是一个人而成的 它是从全国去招募懂荷蘭文的人 全部把它集合起来 把这本书拆成几个部分 同时进行翻译 我如果没有记错 应该有内容有三本 然后加一本是图片 这图片你看了以后也会很感动 为什么 它已经是立体的解剖图 比如我经常说 我也不懂什么叫断层扫描 但是那个就是很精致的仪器 用人用我们的肉眼是看不到的 特别是受伤的时候 我们要了解任何一个器官里面的血管 有没有破裂 会不会造成生命的危险 好像是要做断层扫描 检查有没有癌症细胞 也是要断层扫描等等的 这个我不是很清楚 因为我不学医的 可是我们看到这个解剖心书里面 它翻译的过程里面 原原本本的把荷蘭文的解剖心书里面造超 把它描述得非常的逼真 我们可以看到立体的 脑部被切开来的那个图片 说原来我们脑的构造是这样等等 那时间点是在这个时代 所以各位就知道 18世纪应该还不到中期的时候 这一套解剖心书就非常重要的 那也不是只有说 在翻译的时候只有用理论 或者是直接把原文就翻过来 其实他们把那个死刑犯 已经处死死刑的那个东西 人体给它铺来当实验 然后印证说 这个书写的是不是这样 这个平面图的人的器官是不是这样 做印证对照的工作 那各位都知道 像东京大学有一个医学院 其实日本公私立大学很多都有医学院 我们台湾也是有啊 对不对 可是东大的医学院它为什么那么有名啊 其实很早 他们就请了很多德国的名义啊 在普及医学 所以这个医学的知识里面 德国人算是走在世界时代的尖端 德国的医生 然后就拿我们台大医学系的学生来讲 他们除了英文以外当然是必要的 医学系的学生根据统计 他修外语 人数最多的不是日文 他是修德文 因为在学习医学的过程里面 要吸收德国的医学知识 要懂德文 比懂日文来得好 这是我知道的一些情况 那么 所以这一套书出来以后呢 是对于医学的一个进化 给日本德川社会带来非常大的震撼 好 那接着下来还有一个 我们要介绍各位看的 在一百二十七页最下面 有一个叫南学试史 有没有 还有一个叫南学阶梯 南学试史 南学阶梯 这个东西就是说 除了医学以外的东西呢 要去学荷兰德 这个国家的一些事情 政经文教之类的情势 要去做一些吸收 阶梯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南学的入门书 包括荷兰语 荷兰语要怎么学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因为他们在全国争那个可以去翻译解剖新书的人选的时候 就吃到尝到苦头 找不到专家 找不到能够翻译的人少之又少 所以他必须要去普及 这是很重要的 所以南学如果要普及的话 语言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这又可以印证刚刚我们讲到 越境翻译的重要性 对不对 因为如果 德文传到荷兰去 荷兰人不一定看得懂 德文的解剖新书吧 当然书名德文不是叫解剖新书 然后荷兰文如果不把它翻成日文 那日本人也不懂解剖新书的内容吧 所以这一切的一切最重要的一个工具是什么 策略是什么 翻译 透过翻译就可以吸收知识 除非他翻错 那就乱七八糟了 只要他翻得对 对我想的知识的传播 就所谓的无远佛界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我想各位都知道 那所以呢 这个南学之后 日本慢慢发现说 除了欧洲以外 是不是还有其他的西洋世界 那么后面应该会出现一个人物 这个人物叫胡哲玉己 各位不要清楚了 那胡哲玉己在1885年的时候提倡了一个 到现在大家都还在论的 一个很重要的演讲 叫做托亚论 后面人把它加了两个字 叫托亚入欧 其实他没有讲入欧 他的演讲的题目叫做托亚论 是后面人把它夹进去的 但是他的内容确实是有入欧的 这个催化记在里面 只是他没有讲出来 后面的人解读 我不认为是错误了 那还有人解读说 这个亚是指哪里 大中呢 是指中国 有一部分指朝鲜 我们就可以看到托亚论里面 其实他把中国 把朝鲜都讲得一文不值 他说我们日本跟着大哥 走了几百年 你竟然不堪一几 我才跟你走下去完蛋了 赶快离开你 我进到欧洲的世界去 也许我们日本还有救 那么从结果的角度来看 他就有这个先见之明 其实在近代化的过程 你可以看到扶者于己 从我的角度 其实扶者于己 我并不很喜欢他 因为他至少对台湾 他讲的一些话是我无法接受的 当马关条约签订以后 日本政府要来接受台湾 可是我们有人民抵抗 死伤了很多人 那扶者于己是其中一个人表态的 说对台湾的殖民要怎么样怎么样 他说抵抗者就杀啊 没有话讲了 因为这个就是我们的领土了 签约已经很清楚了 还抵抗吗 就是杀啊 赶快拿下来啊 没有第二句话 这是扶者于己讲的 有白紙黑字留下证据 这个不能乱讲 所以他对于这个殖民的部分 他就是很清楚的啦 赶快拿下来 这样子的一种言论 所以我对扶者于己 对他代日本近代化成功 我也是给予赞同 但是对于他 对于被殖民时期的台湾 他建议日本总督 或者是日本日方的政府 采取这样子的激烈的手段 来对台湾人 我不以为了 无法赞同 好 那另外就是说 人文科学跟自然科学 他其实慢慢的 也有被传播开来的 我们可以再继续往下看 看128页 128页第一个 我们看左边这一位 叫平赫园内 平赫园内 他是透过博物学 然后去传播荷兰学的一位人物 因为他到长期去游学 把西洋画的这个技巧 学起来 然后去学游画 这个游画当时代 其实西洋画是非常盛行的 透过 还是一样各位 想一想锁国 第一个锁国 你第一个想到长期 就不会有错 任何一个文化大中的 都是从长期进去的 所以我劝各位真的有空 你们到长期去看一看 我非常喜欢这个地方 所以 怎么讲 因为那个地方 真正的是十六世纪开始 东西文化交汇点 就是在那个地方 我个人去了二十几次 当然是跟做研究也有关系 不过本身喜欢也有关系 那么各位在看 右边有一位司马江汉 司马江汉 其实我们之前有介绍一个画派 叫Kanoha 有没有 寿野派 在之前我们就介绍过 寿野派的这个 他是学寿野派的一个人物 所以他呢 通过这个寿野派的一个画画 把这个胡适会这个东西描述出来了 那么最后呢 他跟这个西洋画呢 也结上了一个很深的一个淹源 那这里面还有一些铜板画了 油画了西洋画的这个问题 透过这两位对于这个 有关于画这个部分的领域呢 也影响的蛮多 那再看看 后面还有一个天文学地理学 这个部分 他们也有所涉猎 就是上通天文 下通地理 我们经常能这么说嘛 都是透过一些书籍 传进来 大概是这样 那我们再看看 这个除了学问以外 另外还有一个是文字文化的问题 那文字社会里面 这个日本的封建社会里头 人是分了四等 四等工商的 那冰农分离的一个文字社会 基本上就请各位看一下 128页这边 冰农采取分离的 因为少数的武士跟兵住在都市 而农民包括渔民 包括原住民 他们是住在比较乡下的地方的 是不同的层级 所以这个武士他们念一些文书 懂一些法律 可是农村的农民 恐怕就没有那么好的条件 那么知识水平比较高的人 通常会去统治比较低的人 去到哪一个国家 哪一个时代 应该都是一样的 所以就有上下的区别 那这里面呢 上对下是有管理的那个意味 下对上呢 是有申诉 陈情 诉讼的这些意味 所以慢慢的一个所谓文字社会的形成 它就必须要有一个文书的系统出现 慢慢的就出来了 这个有一个叫村寝制 就是说农民对于领主要纳工 这是一个义务 叫村寝制 那我们中国传统社会里面也有 各位都听过圆外有没有 圆外啊 地主很有钱 他比如说他如果住在北京 他一年到头都没有在北京 他是出去收租 收人家纳贡有没有 今天到A地明天到B地 就是粮票啊什么银票啊赶快收 他绕一圈回来一年了 继续第二年再绕再收 这样子的一种情形也有 那也就是说 那个农民对领主有纳工的义务 就是缴税嘛 我们现在的观念来讲就是缴税 所以这个领主就是我们 中国传统的那种 原外嘛 有类同的一种性质在里头 这个是一个 那我们再看另外一个叫 テラナイ 这个就是学文字的意思啦 江户时代很多所谓 テラナイジュク 就是教这个小朋友他们文字的地方 叫做テラナイジュク 但是上方 也就是以京都为首的那个area 叫カミガタ 上方念成カミガタ 这个在京都那个地方 又称为一个テラゴヤ 它比较特殊的四子屋 有没有 テラゴヤ 那就是说小朋友在七岁到十岁左右呢 就是透过这个阅读 四字的能力去培养他们 如何写出正确的字来 然后不但写出正确的字 还要ウツクシクジョウズニカケルヨニ 就是那个ワザ 叫做ノーショ 能输 希望大家写字要非常的漂亮 共同的语言当然就是这个汉文 所以生活必要的知识是透过文字来描述 而且道德的规范 或者是在学习品性如何提升的过程里面 在在都是要透过教育的这个体制 而教育的体制其实就让大家四字 所以为什么像子依摩先生一直在说 江户时代的四字率 日本人是世界最高的 因为那个四字率的普及 会带给大家有某一个水平的一个尝试跟知识 然后就会提高大家的生活品质 一个社会 大家如果对这个部分能够普及提升的话 我相信它会是一个比较祥和 而且有内涵的一个和平的社会 那我们看一下共同的书记的语言汉文 这个时候就是说 当然地方的差异是蛮大的 可是透过文字的文化 可以以汉文为一个共同的文字 这个在日本的列岛以外 这个汉字不是只有日本列岛 不是日本这个国家独享而有 也不是中国他说汉字是我们创的 所以只有我们有 没有 汉字是什么 汉字是东亚共同的语言 东亚共同的文化财产 这个没有人可以反对了 对不对 中国大陆从1960年代 文化大革命以后的 传统的中国文化一个保存 可以说是被破坏殆尽了 而真正的中国传统文化把它保存下来的 我们在台湾应该誇りおもって 说我们做到了 中国传统文化保存的最好的不是大陆 是台湾 我跟各位讲 这不是我讲的 是大陆的学者讲的 真的 比如说你们现在要研究水壶传 金平米就好了好不好 回到古典去的时候 如果大陆的学生他看不懂繁体字 能做研究吗 能吗 古典的文献用什么文字留下来的 我们台湾现在一直在宣扬 在保存的 比较难的繁体字 而不是简体字 所以你看到我现在在德川初期 我现在在上海出版的那本书上次给各位看的 我只有一个条件 不要用简体字给我出 完全走样 所以上海古籍出版社对我的要求 一口答应 他说这东西是传统的东西 当然就是用繁体字留下来的 哪怕是在中国大陆出版 所以有人说我们的繁体字有一天会消失 我从头到尾都不相信 我也不担心 我就消失不了 消失不了 反而简体字会慢慢的受到排挤 虽然他很简体 可是看起来毕竟很怪很怪 我觉得怎么看怎么怪 也不漂亮 说老实话 可是我的偏见 中国大陆有很多学者会批我吧 没关系我可以跟他变 另外还有一个我要讲说 几年前我有一本书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 这家大学是非常有名的出版社 他们有一个大学附属的出版社 出了我一本书 这个书出来以后 有一个新书发表会 特别为了新书发表会 把我们这些作者找到上海 到他们学校去参加新书发表会 他们把记者都找来 我跟你讲 我很喜欢我的书在大陆出 为什么 因为一下子四千本就卖完了 但钱不是我的 因为几乎没有什么版税 可是宣扬我的写作给大陆的人知道 这个是我最乐的 四千本三四个月就卖完了 在台湾出一千本三四年 在仓库还有三分之二没有卖出去 其实没有卖 徐老师都是送书 从来不卖书的 一千本可能不知道五年六年 还堆在仓库有一半 可是如果到大陆去 四千本三个月就卖完了 我们不谈这个 在新书发表会里面 有一个护旦大学的教授 他竟然在大陆的媒体面前说 这些保存中国文化的书籍实在是很棒了 也只有台湾能保存下来 有台湾写得这么好的这些书籍 我建议将来一定都要用繁体字来出版 这不是我们讲的 是大陆的复旦大学的一个名教授 当开完记者会的时候 我私底下问说 你回去会不会被苦臂 他说我也不知道 应该不会了 讲的是真话 这个是一个文字的一个 汉文共同的一个记载 所以最后这边有讲到 东亚的汉字文化圈里面 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共同的语产 这个财产 即便它的是声音语言有所不同 可是汉文它毕竟是什么 书籍语言的一个共同性 有这样一个功能